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对中国峰会的声明 却对东海和南海情况表示严重关切 并且公布了新的印太海事训练倡议 以提升成员之间的信息共享 和海上协同能力 美智英澳四国还在声明当中 呼吁对联合国安理会进行改革 纳入新的禅尔理事国 这场拜登在任内最后的峰会 透露出了哪些重要信息 被视为拜登重要战略遗产的 四方安全对话机制 未来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 今晚凤凰全球连线 上海现场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审议 北京现场湖南师范大学 外交研究中心主任腾建群 连线解读 剑指中国预盖泥彰 四国峰会南条大梁 张冲的追踪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21号 在家乡特拉华州 主持召开总统任期内 最后一届美日燕奥四方安全对话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印度总理莫迪和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 当天演议同出席峰会 白宫方面21号就表态称 四国领导人正在出台一项计划 扩大两年前启动的印太海域意识伙伴关系 将印度洋地区纳入其中 并计划加强四方军事后勤合作 此外 美日燕奥四方还在联合声明中 呼吁改革联合公安理会 纳入来自非洲 亚洲和拉丁美洲的 新常任理事国 一系列声明配上美方所谓 峰会不针对任何国家的表述 看似天衣无缝 然而联合声明中 针对南海及朝鲜问题的严厉措辞 却显得是一有所指 拜登的大声密谋 更是揭示了美方意在为霸恶华的本质 多家外媒21号披露称 美国总统在闭门会议一开场 便直言指责 中国在南海等问题上 表现得咄咄逼人 峰会前夕 拜登更是在府邸 与岸田文雄举行会谈 两人重点商讨 关于中国的外交事务 并重申反对地区内国家 在东海南海尝试改变现状 美方口口声声说不针对中国 但峰会的第一个话题 就是中国 峰会还处处拿中国说事 只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纵观本届四方安全对话 不论是选址母校的晚宴 亦或是在家中进行的双边会谈 拜登作为东道主 可谓是初进风投 然而随着总统任期将至 拜登印记鲜明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 在美国大选后还能否顺利延续 恐怕只有时间才能给出答案 近日菲律宾方面在向南沙群岛 仙宾礁附近派遣新船 四方在南海等多个地区问题上的 推波助澜 似乎呈现出 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不确定性 正向着地区局势蔓延的趋势 这或许将为地区和平稳定 埋下隐患 四方对话发联合声明 背后有何思量 各怀心思谋印太战略 释放怎样信号 非方派船 较南海局势 未来何去何从 朝三暮四 北京现场 我们首先来请教一下 滕建群先生 滕建群这次 四方安全对话的峰会 是拜登任内的最后一场峰会了 和之前的几节相比 您认为这次有哪些 特别值得留意的特点 我们看到拜登在自己家乡 而且在自己家里举行相关的活动 这应该说 是拜登最后一次四边即日会晤的一个表演 那么他希望通过这样一个表演来给自己留下更多的政治遗产 同时也为今年的民主党能够赢得总统选举铺路 从现在来看的话 这场这个峰会在很大程度上 其实就是拜登的一次秀 但是从本质上来看的话 我们看到不管是在拜登介绍嘉宾 忘了自己的朋友 还是在相关的活动安排方面 其实也暴露出这几个国家在很多方面是各有自己盘算的 不管是岸田文雄还是印度莫迪或者是澳大利亚的阿尔巴尼斯 那么他们其实也意识到对于这样一种合作机制来看的话 能不能维持下去 特别是当今年总统选举结果出来以后 美国如果说上来的是特朗普的话 能不能继续研系 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就是说拜登竭尽全能 来显示这种主导地位 其实他就是给自己留下外交遗产 另外一方面从参加会议的四位代表来看的话 都是各有盘算的 好像心不在焉 其实这体现出这样一个机制来看的话 他并不得民心 也很难的给亚太地区带来任何的利好 沈亿先生 我们看到这次峰会的议题很有意思 白宫在吉利的否认和中国有关 但是处处都有中国的影子 拜登在闭门会议上还公开的讲 中国正在咄咄逼人的考验我们 所以你怎么来看这最后一次的 就是拜登任内的最后一次四方安全对话峰会 他的定位和作用到底是什么 他的定位跟作用就是奠定拜登的政治遗产 作为政治遗产就是他变成一张四人的集体照 然后收集在拜登的回忆录里 然后拜登可以说我过去四年开了多少次会 这些会就是我重大的外交遗产 他不会取得任何超出这种程度的这样一种成 刚才曾先生已经讲了 拜登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具备足够的能力 去务实推动这件事情的领导人 他连介绍来了哪些人都要打 都会被彻底的打断 这些东西都记不住的情况下 你怎么指望他进行这种严肃认真的战略设计 所以他能够做的就是在关门之前 先大声密谋先把中国抱怨一通 然后呢你说的话能做数吗 甚至这次出现了四方会谈五个人上桌 边上要做一个布林肯 为什么 就拜登不具备交谈能力了 他谈到一半他崩了 别人不知道他想看什么 必须得布林肯在那讲清楚说 我们的外交就在想这么做 表达这样一个意思 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三个国家在过去四年当中 从所谓的code当中又得到了什么呢 印度最想得到的是印度产品 获得美国国内的市场 拜登政府死扣工人阶级外交 没有市场 澳大利亚想要潜艇 潜艇已经变成了投资 这个钱拿出去了 货交不上来 日本 日本希望美国为日本插两刀 最后日本过来 能够日本带着美国去跟中国干一架 有可能吗 也做不到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个code我说实话 除了中国现在还对它比较重视之外 你看日本印度 尤其是你看印度 它重视code吗 印度是最敏感的 这东西如果真的有用 印度会很重视 会拿出干货 会做出实质性的举措 如果印度无动于衷 就证明在印度的视野当中 这个东西不值得投入 滕建群先生 我们来看这次峰会 在会后的声明 其实大家也是比较关注的 他谈到了对于东海和南海的严重关切 而且还公布了新的海事安全合作倡议 这对于中国发出了什么样的信号 其实现在来看的话 中美之间的博弈 其局主要是在海上 如果我们看一下 2012年之后 中国也提出来要建设海洋强国 那么之后 咱们的海上力量也不断地向前发展 而美国始终把自己认为 是一个海上霸权国家 一百多年前马上提出来 谁控制海洋 谁就控制了世界贸易 而控制世界贸易之后 就控制世界 所以中美之间的 现在这种竞争也好 这种国益也好 在很大程度上 特别从安全层面来看的话 主要是在海上 那么美国在我们当面 比方说从阿拉斯加 日本 韩国 中国 台湾 甚至在菲律宾一线 部署了攻防兼备导弹体系 就是所谓的太平洋威慑计划 同时我们看到最近几年 美国带着包括日本 包括澳大利亚等国 从关岛 菲律宾 南海 孟加拉湾一线 进行海上的来回激动的演习 其实就在我们当面 形成了两条打击战线 所以争夺海上的 这种所谓的霸主地位 这应该说是美国 骨子里边的一种传承 那么从地区国家来看的话 很显然也想着借此 来不断地渲染中国威胁 我们还记得去年的8月18号 在戴卫营举行的 美日韩峰会当中 那么三国领导人 最后发表的相关文件 首当其冲就把南海 推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地位 因为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 如果说一味地干涉台湾 那是中国内政 像有些国家 它是不愿意直接参与到 台海事务当中的 所以美国其实在做一个局 带着日本 带着澳大利亚 带着甚至印度 那么在南海 在东海 在台海等各方向 制造国际事端 从最近几年情况来看的话 美国其实一直在 东南亚地区国家 推进一种所谓的 声索联盟 包括推动越南 菲律宾 马来西亚 甚至还推动印度尼西亚 组成一个所谓的声索联盟 那么跟中国叫板 那么我相信 东南亚国家 不会走向这样一个企图 毕竟东南亚国家 经常讲的一句话 两头大象在甘蔗地打架的话 那么甘蔗地很难保全 所以东南亚国家 不会上美国当 但是美国就是要 推动这种海洋事务 形成一种国际的争端 形成一种国际的同盟 来跟中国叫板 所以美国带着这些国家 在炒作海洋问题 它不仅仅是一所谓的安全问题 它更多是借此来向中国发难 来向中国叫板的这种机械安排 谢谢 沈亿先生 这次峰会的声明 还提到了美日英二四国 呼吁对联合国安理会的 常任理事国的改革 要纳入更多新的成员 那么四国对安理会改革 这么有兴趣 这么愿意去推动 它的用意是什么 这四国对于安理会改革 改革的兴趣点是完全不同 日本要进联合国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 日本自己要当常任理事国 它看重的是通过这个方式 把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 对日本的约束彻底打掉 我这样就变成了一个正常国家 正常国家以后 我就可以建国防军 我就可以建航空母舰 我就可以有潜艇 就可以打火杀伤性武器 然而是我就可以跟中国 去做一些事情 至少它理论上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所以对于日本来说 至少它给出的进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的条件 是我可以接常任理事国 而且我愿意做那种 没有否决权的特殊常任理事国 以此获得了美国的统一 那对于印度来说 进常任理事国 我要做就做 堂堂正正的常任理事国 我就是有否决权的 因为对于印度来说 大国的标配 就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印度是当然的大国 而且是世界一流的大国 所以我必须要进去 来实现我的大国梦想 澳大利亚是属于 唯恐天下不乱 在边上侧后的 反正怎么进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 跟澳大利亚都没关系的 美国是把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 当成一个胡萝卜 吊在前面 你们日本你们印度 来来来过来 我以这个东西为诱饵 然后带你们过来 你们为了要进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 那你这边给我 多打一点苦工 在围剿中国的问题上 你们多费两声 至于说进去 对于美国来讲 他没有兴趣 以任何形式去分享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尤其是否决权这个东西 所以这东西 就是一场道德攻势 这个道德攻势 因为美国有非常大的把握 它短期间根本就连 进入讨论的可能性都没有 所以他不担心了 对于拜登来讲 这就是我聪明的外交 智慧的这样一种想展现 我不需要付出任何实体性的承诺 我就嘴皮子动一动 我们来讨论一下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改革 就把这些国家 乖乖地吸引到美国身边 为我干活 你看我的外交体系多好 我比特朗普聪明多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说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的改革 真的能够进行 面上在政治上 在宣传领域 声势会造得非常大 但是在实体领域 真的往那个方向去推了 各种各样的具体问题 就成绩 大概是这样 滕建群先生 我们仔细看 美日印澳这四个国家 他们的战略目标 其实并不完全相同 他们的军事能力 他们的战略资源 也是差异巨大的 所以面对着围堵中国 这么一个潜在目标 四国真的能够做到 协同一致吗 应该说各个国家 各有各的盘栓 比如说印度来说的话 在上世90年代 就提出所谓的中进计划 但是效果不张 比方说它向东南亚地区 国家的渗透 并没有取得任何的成果 但是当美国提出 这样一个四边机制之后 似乎印度包括它的军力 比方说它的海军 也不断地前出到 西太平洋地区参加 演习进行一些所谓的合作 所以印度方面 其实想借传出海 那么从日本来看的话 很显然作为美国 在这个地区最忠实的盟友 那么美国的一举一动 也确实日本必须做出响应 另外一方面 日本同样也希望 借此来不断地扩大 它自己的军力发展 扩大它跟有关国家的军事合作 比方说它跟澳大利亚 已经签署了互惠准容协定 就说日本自卫队的相关的兵力 或者兵器可以随便的进出澳大利亚 那么这应该说 日本突破和平宪法的这个地区 使它的军力不断扩张的一种需求 而美国来说的话 我们都知道 特别是拜登上台以后 在西太平洋地区建立了很多小圈子 比方说美日澳 美日飞 那么美日印澳 那么这些小圈子来看的话 它不是军同盟 但在很大程度上 它可以进一步的撕裂地区的合作 你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说没有美国在后边推波自物栏 组成这样一些小圈子的话 中韩关系可能会更好一点 那么中日关系也可能会回暖 所以因为有了这样一些小圈子 那么各国家的选边 特别是作为美国的盟国 它很难再向中国合作方向进一步发展 另外一方面 它其实它对地区的和平稳定的构成了威胁 毕竟这种合作机制在很大程度上 它不仅仅是一种外交 一种政治方面的合作 而是一种军事方面的合作 比方说这四国不断地在 我们当面在西太平洋地区 联合军事演习 有四个国家一起参加的 有日本和澳大利亚 甚至有的时候还拉上 像菲律宾这样一些地区国家 所以它另外一个负面影响的 就是影响到地区的安全 所以从美国来说的话 这种效果对于 它推行所谓的大国战略竞争 是一种选择 但是对地区对有关国家来看的话 并不会带来任何的利好 沈亿先生 在这个四方安全对话当中 显然美方对印日澳的定位 也并不是完全相同的 这其中美日关系 应该说是处于一个核心的位置 那么在围堵中国的议题上 您认为 美日印澳四国 他们的角色和定位 到底有什么不同 日本不想围堵 对于日本来说 围堵中国是一个借口 日本以围堵中国为理由 要求美国放松对日本的管控 让日本成为一个正常国家 但是以日本这个国家的性格来说 只要美国放松了它的管控 日本立刻得出一个结论 美国正在衰退 原先美国不需要日本帮忙 现在美国需要日本帮忙 来对付这样一个主意 这个时候日本会干什么 日本会变本加厉的摆出一副 愿意站在美国这边 扮演围堵中国极先锋的样子 然后向美国要更多的好处 然后最后打的主意就是 中美双方打一场 日本带着其他国家来收拾他们 所以这个是日本的想法 澳大利亚就是个凑数的 澳大利亚需要满足他白人的优越感 我是白人 你们是黄种人 你黄种人怎么能允许一个黄种人 骑到我头上呢 我当然就是白人在这个地区的先锋和锚点 所以跟在美国后面我就跟上去 就是澳大利亚国防开支 花大量的钱去确保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 不会主动切断跟澳大利亚的经贸关系 澳大利亚自己都认为是个蠢笑话的东西 他的决策者的脑子的智商就跟袋鼠一样 然后至于印度 印度是很聪明的 印度是有大国梦的 印度是绝对不会成为美国的马前卒的 印度只会为了自己的利益 对中国去做出一些举措 他会认为在中美战略博弈的过程当中 印度要做的是等距离外交 然后同时两边都能够拿到好处 印度从来不建议做出一些象征性的举措 象征性的加入到美国在这个地区当中 所谓对中国围堵的这个体系当中 以此来交换美国那边可能给出的收益 但是跟印度做过生意的你就知道 你付的钱他都不一定给货 更不要说你指望他先货后款 你想多了不可能的 至于美国 美国这个四方的这个峰会 就是美国这届政府拿出来 用来做自我安慰的 在这个地区 美国已经没有能力实质性的形成 对中国压倒性的军事优势了 这个时候他希望美国不够的力量 加上三个小弟来加以补充 然后在需要的时候 让小弟事实性的冲在前面 为美国去赴仓蹈火 这种事情只有菲律宾会做得出来 他只能支持得动菲律宾 做出实质性的举措 其他国家不会去做的 因为你今天的美国所摆出来的态势 当你美国自己在说 你的这个造船能力只有中国多少多少能 1%的时候 当你对菲律宾给出的援助 就是象征性的进行军事演习 然后当菲律宾真的开始跟中国 面临冲突风险的时候 美国选择的是后撤 而不是前进 但这个CORD的这个橙色 就是停留在让美国总统开心就好的 这样一个事情 好 稍后回来 我们继续聊一聊四方安全对话的未来 稍后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四方安全对话机制 能不能挑起遏制中国的大量 在拜登之后 这样一个对话机制 又将何去何从呢 首先来请教一下 沈亿教授了 我们知道拜登和岸田文雄 这是他们最后一次 参加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了 那么领导人的更迭 对于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 未来会有什么影响 会具备实质性的影响 特朗普对这个机制 是不感兴趣的 他不一定会拆掉它 但他让它事实上 处于脑死亡的状态 或者慢慢的僵化降低频率 高概率会发生的事 阿里斯不具备运筹帷幄的 这样一种能力 你如果让一个国务卿 或者一个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 代表美国去总览全局 放在前台的是一个魁力 永远把四方会谈 变成五个人坐在桌上 这种常态 这是一个隐喻 那他就是无形当中降级 所以这就是这个Core的命运 他后继无人 所以拜登需要抓紧时间 在最后的这个时间节点 抓住时期再表演一波 让他能够再在 就是象征意义上产生一点冲击 让大家记得 曾经在美国有过这样一个东西 因为现在美国最擅长的 也就是这种东西 和这种高法 藤建群先生 我们看到美军部署在菲律宾 旅宋岛北部的提风中岛武器系统 原定是在9月份要撤出的 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撤出的迹象 这个举动其实引发了中方 包括区域内的各国的广泛关注 为什么美军部署在菲律宾的中岛系统 一直都没有办法撤出 首先从美国的菲律宾部署提供 它应该说是一种中程巡航导弹 那么从它本身来看的话 它主要是对中国大陆形成 所谓的有效的威慑 其实我们回顾一下的话 在2020年4月份的时候 美军就提出了一个PDI 就是太平洋威慑计划 那么菲律宾是重要的一环 而且现在已经齐了这一环 其实它这个太平洋威慑计划 从阿拉斯加、日本、韩国、中国、台湾 还有菲律宾一线的部署 攻防兼备导弹体系 在菲律宾应该说是关键的一环 在去年的时候我们看到 那么它进行防御 比方说爱国者导弹已经进来了 那么今年年初开始部署的提风 这种导弹 它主要是进攻型的 那么现在来看的话 原来计划是今年秋天要撤走的 美国陆军准备撤走的 但现在来看的话 它不单单不撤走 而且准备把这些导弹系统 卖给菲律宾 让菲律宾给它买单 那么它其实整个一个 太平洋威慑计划的一部分 那么从最近这几年情况来看的话 美国也确实是在 我们刚才提到的结果 比方说韩国给了韩国所谓的导弹自主权 就是原来的话 韩国是不能发展射程在800公里以上导弹 现在美国已经解除了这个限制 而日本来说的话 岸田政府最近大量的采购 包括战施航导弹在内的一些远程打击武器 在之前其实日本已经建立起包括爱国者等一系列的防空导弹系统 那么中国台湾最近一段时间也在采购包括鱼叉导弹在内的这种导弹系统 所以你看一下的话 这条线来看的话 其实是美国企图用这个攻防兼备导弹体系来隔中国的一种重要的部署 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 不管是菲律宾也好 日本也好 那么韩国也好 包括阿拉斯加部署的这些导弹系统 那么在我们这个强大的火力打击面前 很显然是难以实现它所谓的这种所谓的太平洋威慑计划 所以我个人感觉美国在菲律宾部署这种进攻性导弹系统 它整个一个体系的需要 也是在这个地区跟中国进行所谓竞争的一种需要 谢谢藤建群教授和沈亿教授 凤凰全球连线 明天见